诸位善知识 即将如以 阿弥陀佛 今天为大家讲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你们一定之前都听师父 听很多师父说过 我们今天不可以来道法 不可以来偷道佛法 那不可以偷道佛法是什么呢 不可以偷道佛法就是说 我们今天学佛要光明正大的学佛 而不是偷偷摸摸的 跑到一个地方 跑到一个人家的地方还是寺庙 把他偷来 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一经就是有关于 有关于这方面的 跟大家讲一下 来 我为大家说了 有一次 佛陀住在汪舍城的迦然陀祖园 那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国王大臣 佛罗门长者还是居士 以及其他的世间人 每个人 大家都是恭敬 尊重佛陀的生团 大家都供养佛 跟所有的比丘众 因此佛以及比丘众 大得利养 大得供养 得到很多供养 那这些供养包括 衣服啊 饮食啊 还有躺在床上使用的卧具啊 以及汤药啊 一些药啊 大家都很恭敬 佛教的生团 却都不恭敬什么呢 不恭敬 不尊重 以及不供养 众邪外道 都不供养这些外道 那 这个衣服饮食 卧具汤药这个时候啊 通通不供养 这个是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 在 印度的历史上啊 曾经就是佛陀的 佛教的这个势力啊 大过于印度教 大过于婆罗门教 可是现在啊 由于佛教已经在 印度教消失了 所以就 整个佛陀被吸收 被吸收进入印度教 他只是印度教某个神的 的化身而已 他们的解释是 佛是他们某个神的化身 这是桑杰罗 桑杰罗他 出世之后啊 就用不二费谈多 来总结 这个印度教 那不二费谈多其实很像 中观或中论的说法 都是不落两边 那 这当初是有一段很有趣的历史 就是说 当时候这个印度教的这个谁啊 婆罗门教的 这个叫做桑杰罗 他 每次都找法称菩萨辩论 法称菩萨大家知道吧 他是一名学 非常著名的一个 佛教修行者 每一次找法称菩萨辩论都辩书给法称菩萨 结果他就 就自杀谢罪 他受不了输嘛 就是自杀 出生之后呢 出世之后长大又找法称菩萨辩论 这一次又输 又自杀 第三次呢 他又 去找法称菩萨辩论 又输 这次法称菩萨看不下去 他说你不要自杀了 来啊我把称菩萨辩论交给你了 结果呢 桑杰罗把称菩萨辩论交 学过来之后呢 从此就用称菩萨辩论 以及用这种中观的方式 就是为佛罗门教辩护 结果呢 那个时候开始就经常 将佛教的论义给辩倒 通常都是佛教辩议 佛罗门教 可是他学了称菩萨辩论之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起初由于 桑杰罗的观念里头 有很多称菩萨辩论 以及有很多中观思想 所以 一开始 那个佛罗门教都认为他是异端 他是佛教的间谍 跑来佛罗门教 都不相信他 一直到今天 大家已经把桑杰罗 当做印度教 佛罗门教里面 最伟大的圣者 所以是这样子 那 基本上现在佛教在印度 就是根本没有被重视 佛教在印度是没有被印度人重视的 他只是 印度教某个神的化身而已 所以他是有这样子 渊源于历史 但是 没办法否认的是 佛教确实在 印度的历史上大约有一千年 一千年他是非常强大的 强过佛罗门教 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但是由于 印度教在佛陀以前就是本土宗教 在佛陀死后 一直到今天21世纪的 他还是本土宗教 所以印度教根深蒂固的 在印度人思想中 他是不可磨灭的 反而是佛陀佛教是昙花一现 所以我今天这样子跟大家讲 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在台湾所认为的佛法佛教 在印度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要认清楚 在印度不是这样子 整个情况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跟大家讲 这一经 刚才我说 佛陀那个时候 所有国王大臣都供养佛陀 以及佛教生法 都不供养外道 那个时候就是怎么样 由于佛陀注释 大家被佛陀的这个风采所迷倒 佛陀有修行 而且位移居足 威威如金黄色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尊敬佛陀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佛陀在世的时候是多么的不一样 好 那这个时候由于外道都 没有受到国王大臣的尊重 那供养也很少 所以他们就很多人急在讲堂 顿意 在讨论一件事情 说奇怪了 我们从过去以来就经常受到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的供养 而且这些所供养的东西从来没有间断过衣服饮食 卧具汤药这些都非常的具足 结果今天全部都断绝了 都没有什么供养了 这些人现在只剩下供养沙门 供养佛陀佛教的团体 都不供养我们了 所以他们在讨论之中就开始来研溢 怎么突破这种僵局 其实就很像我们在世界里面 你如果要让你的产品可以突破僵局 大家也是要开会讨论 他们也是 怎么突破僵局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再恢复以前的样子 国王大臣都来供养我们 结果他们就问 好 请问大家 这里头谁有大智慧力 谁有能力可以秘密的前往 秘密的潜入佛教的教团 去听闻佛陀所说的法 到底在说些什么 为什么这些法可以吸引国王大臣 跟许多的居士 当中有没有谁有勇气进入的 进去听一听 把这些法要学起回来 回来之后 一样可以为国王大臣们广说 当这样子把佛教那一套学回来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来说之后 哎呀我们虽然是外道 可是我们就到时候 学会佛教的方法 那么就可以让国王大臣再恢复对我们的信任 并且对我们再度大力供养了 这个时候啊 这里头有一个人 他叫做虚生 非常年轻 很聪明 很有智慧 虚生就自己举手了 他说我可以秘密的前往佛陀的僧团 到里面假出家 就是说我进入僧团 然后跟着佛陀出家 然后听佛陀说法之后 回来为你们宣说法药 我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外道啊 听到虚生这样子的讲话之后 就说了 我们今日大众集会在此 做这样的议论 希望有人能够去听闻佛陀的说法 秘密前往 并且在里面出家 哎呀 那现在啊 居然有人说啊 这个有一个虚生居然这么聪明 想要自行前往 去那边出家学道 然后回来啊 为我们宣说 太好了 所以我们啊 就请你 请虚生你啊 前往好好去 就是好自尊重 为我们啊 学一些东西回来 让我们这个 这个教团啊 让我们这个 外道的教团 再度蓬勃发展 再度兴盛起来 各位 印度 是一个啊 很重视宗教的社会 里面啊 各种宗教 都有 蛮多的 然后他们不是只有印度教而已 这股啊 这股啊 就有六师外道 有六派哲学 非常多 多少都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各宗教义啊 各派教义 都有一些小小的差异 包括佛教也是不例外 佛教跟他们的教育 佛教跟他们的教义啊 也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啊 当然根本教义上是很大的不同 有一些是相仿相同雷同之处 这个在所难免 因为同样是一个印度社会的 的产物嘛 好 那虚生啊 莫然受请之后啊 就秘密前往佛陀所住的王瑟臣 迦兰陀祖远 秘密前往之后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一定非常好奇 秘密前往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好 我知道大家非常想要知道 那么下回分晓 下回为大家分解 现在啊 我们先回到思念处 我们来看思念处 先不要急哦 不要急着说 虚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马上就会让大家知道 下一集就知道了 好 那上一集啊 我们思念处是谈到 这个有关吃的方面 就是说 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啊 对于咬食物 咀嚼食物的这些动作 有没有正念正知啊 要保持正念正知哦 哦 那 那 见食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 适宜正知 适宜正知就是说 只吃适合的食物 不应该吃对自己不好的食物 比如说 你胃不好 经常胃痛 就不能够吃那种很坚硬的东西 结果你又爱吃 经常吃那个点凹凹凹的 在这边咬咬咬咬 或者是一些果类 蒸坚果类 你的胃就不能够消化那个 你还喜欢吃 还有的人就是 不适合再吃肉 鱼 大鱼大肉 你就是喜欢吃 口不自愈 没办法接受 那最近我就听到啊 有人说啊 这个 素食 要嘛就是自己煮 外面煮的都很油腻 煮的比这个 肉食还要油腻 所以 他宁可选择吃肉 啊 这个说法正确吗 你能够想一下说 一块肉 他的油 会比 蔬菜煮出来的还少吗 蔬菜的油 都是外加上去的 你知道 都是加沙拉油 还是加橄榄油 外加上去的 那个有限 但是你知道吗 一块肉 你说肉会比 蔬菜 还要少油 真的吗 你看那个油 你不要吃下去 你用捏的就好 捏下去 尤其是那个煮过的肉 你拿过 捏下去 甚至油都会从肉滴出来 滴油下来 然后你放开 整只手全部油油了 油肉肉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素食比肉食 还要油吗 这个是 这个是你的意思 这个没有看清楚 你下一次摸 你整块拿起来捏一捏 那个肉软软的捏一捏 看看 有没有很油 一定很油的 当然我们希望说蔬菜 尽量就是平淡 我们尽量吃素 平淡的煮 用水滚 少盐 少糖 少调味料 这样才会健康 当然是鼓励大家 就是不要再用很多油下去煮 这个是对的 那 只吃适合自己的食物 不要再吃很多大鱼大肉 你看很多老年人 这个是 这个是谁啊 医生都会劝他说 你已经不能够再吃了 鱼肉不能再吃了 因为你已经高血压 胆固醇很高了 不可以再吃了 所以各位从这边可以知道 再怎么样 鱼肉这种东西 都不适合吃 不适合吃 那还有呢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素食店 他们进大量的鱼肉 那个背后都有大量生产的工厂 就是说养鱼 养肉 养鸡肉 牛肉 猪肉 都有大量的这个生产线在 那这些生产线都会用荷尔蒙 然后注射很多有的没的药物 那你再把这些药物吃进去吗 还有那些东西造成水污染 环境污染 土地污染 空气污染 非常多的污染 又造成这个 温室效应持续提高 它也是 温室效应有很多因素 它也是其中一环 所以你看 这个肉食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坏处 所以我希望大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重新思考 不要等闲试吃 以为说吃肉 吃素也是吃肉 吃素也是吃生物 因为素食也是生物 不是这样子 好 那 刚刚讲过 吃 只吃自己适合的食物 当你正在吃的时候 你要生起不吃正知 什么意思 如果你认为有一个我在吃 你今天觉得很好吃 这一块肉很好吃 这一块面包 这一块很好吃 并且说真是满足 我感到很满足 解除了我的口不知欲 你看这里面都是我 我的口不知欲 很满足 我感到满足 哎呀 你这个就是愚痴了 真正的不吃正知 是看到 这里面是心 推动的风大 风大推动的身体 在吃东西 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嘴巴在嚼嚼嚼 你要很清楚去看这个嘴巴的动作 如果你能够正知到只有身体在吃 以及心想吃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什么自我或认的食体 那么你就是不吃正知 那关于吃呢 这边在告诉大家一个有关吃的经文 它是跟减肥有关的 跟减肥有关的 大家现在很多人都想减肥 对不对 减肥都要花好多万块钱 对不对 好 现在啊 你看 生命电视台 现在听法 免费让大家减肥 怎么减肥啊 来 注意听啊 这里的经文讲得很好 有一次 佛陀住在摄魏国的奇处几步都圆 那个时候呢 波斯内网他的身体啊 非常肥大 很 这个 体重很重 具体流汗来到佛所 就是说 全身流汗 因为他要走路啊 你来到佛所地方之后 虽然有像有马可以坐 可是到了门口 你还是要下来 走路来到佛地方 才走几步路啊 哎呀 具体流汗啊 这个时候 他跟佛所顶礼之后呢 就退到一边去了 推到一边去之后啊 虽然坐下来 还是 这个 气喘如牛啊 就是说 他一直喘气 一直喘气 这个时候 世尊就告诉波斯逆王说 大王 身体极肥深 这个国王才坐下来 佛所马上啊 一针见血 大王啊 你太肥了 你也不敢说 不要小看这句话 不容易 如果有一天 这个 元首 或总统 到你家去 结果 由于他 身体肥的缘故 你敢不敢说 皇帝 总统 你太肥了 你敢不敢这样讲 不敢 不是随便敢讲的 佛陀敢讲 你看 所以佛陀还真的是 大无畏者 什么都敢说 那这个时候呢 大王就告诉佛陀说 不是世尊 还好这个大王 他脾气还不错 他能够接受劝言 他就说 是的是尊 我确实啊 身体太肥大了 而且经常啊认为 这个身体太肥大的缘故啊 我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羞耻 苦恼 我感到啊 有这么多的困扰 你看哦 所以 这个波士尼王 他有没有减肥的决心 有啊 他感觉到很惭愧啊 所以各位 看电视机的朋友 你对自己身体的肥大 有没有像国王这样子 哎呀我感觉到很惭愧很羞恥很苦恼 你如果有的话 你就是有惨有愧 如果你的身体肥大 感觉 哎呀不准不分 那要不要緊啊 啊 肥就肥啊 等过春高就等出 等过春高啊 人生苦短 多吃无妨啊 好那没办法 那你就在那边等了 你就在那边 坐着等 所以 不要这样子啊 你要像 这个国王一样啊 有惨有愧 这个时候啊 世尊就说了这个祭诵说 人当自信念 美食之洁量 试着诸寿佛 安消而饱寿 这个祭诵是佛陀讲来 要助国王一地之力的 要帮助他减肥 这个祭诵什么意思呢 佛陀就说一个人 应该要自己经常要记住一件事情 每一次吃饭的时候 要懂得节制自己吃饭的量 懂得节制节量时 那么如果你懂得节量时 你的诸寿 你的种种感受就会比较薄 比较清安 否则你这个吃完饭饱饱的 气急胀满的 气血胀满在身体 你看你这样感受一堆 怎么会薄呢 感受太多了 所以诸寿就厚不会薄 你诸寿薄吃得少 又可以活下去 那个是安消而饱寿 一方面你的消化会消化得好 过得很平安安消消化得好 而且可以饱寿长寿 你可以活得久 你看佛陀他活几岁啊 八十岁 我们现在是各种医院 医院灵力 台大医院长庚医院 冯甲医院 冯甲医院 奇美医院 医院一堆灵力哦 你在那个 在佛陀时代 你看有没有什么这么好的医疗设施啊 全部就是像我们古时候 小时候那个样子都是泥土啊 泥土的路啊 没什么建设啊 都是乡村啊 那这样子的医疗 没什么医疗 很容易啊 如果没有 及时把他救过来 就是往生了 这古时候其实寿命啊 比我们现在短 佛陀活到八十岁 已经算是长寿的哦 所以他说啊 你如果可以这样每次都吃节量的吃啊 安消而饱寿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年少的 年轻人叫做玉多罗 在大会里面坐着 那这个玉多罗啊 虽然在大会里面坐着 那个国王看到他 就赶快跟他讲 玉多罗啊 你可以从世尊的那边 把这一句话接受下来 然后每一次当我吃饭的时候 你都把他背一次给我听嘛 因为我实在太忙了 没有时间 有时候会忘记还是吃很多 所以每一次你都可以提醒我吗 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 我赏你黄金十万 而且啊 常常啊 让你有食物吃 常常让你啊 不用这个担心吃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玉多罗就告诉国王说啊 奉教 我听这个国王的话 我会为你送的 这个时候 欧斯尼王听到佛所说的 就非常欢喜啊 回去了 那玉多罗知道国王回去之后 到世尊面前啊 就把这个祭送背起来 每一次国王吃的时候啊 就为他送念 送念 就告诉说啊 大王就好像佛所说的这个祭送 你要好好的细念 哪一句呢 美食之节量 美食之节量 试者诸寿伯 安消而饱受 各位也可以把这个背起来 如果你们背不起来啊 你们可以背什么呢 饮食之节量 你们可以背饮食之节量 你们可以背饮食之节量就好 那一样是有这个 最完整是美食之节量 然后 试者诸寿伯 安消而饱受 那如果背不起来 你们就背 饮食之节量就好了 那 后来 发生什么事呢 波斯利云有没有减肥呢 下回分享 所以下回我们要分 给大家分享两件事情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 阿弥陀佛